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那个数字是错的离谱 当场就更正了 当场就澄清了 那个不是假新闻 做好做嘛 我们节目讲很多次 他们明明就没有讲做好做嘛 然后大家就要一直这个扣帽子 这才是 好 每日一句我们看这个韩市长的夫人 那今天出席一个活动媒体问他 那这个什么选总统啊 什么洗衣服 李嘉奔说现在是我在洗衣服 这个其实话中有话 好 是不是这个韩国瑜有决定了 因为之前啊 这个李嘉奔他接受媒体的专访 那媒体就问他说 那如果韩国瑜跟你讲说他要 想要考虑选总统怎么办 李嘉奔说那我会叫他去洗衣服 让他冷静一下 当时李嘉奔是这样讲 三月的时候 那今天李嘉奔讲说 现在是我在洗衣服 就不是韩国瑜在洗 是我在洗 那是不是等于松口不知道 那我们也不用过度的这个 这个揣测或是去这个猜啦 因为很多人很急 很多人希望明天就决定 到底民进党国民党谁要选总统 那有些人呢 这个没有压力 好像柯文哲 柯文哲没有压力 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 他没有党 他没有那种使命感 因为柯文哲没选上 他就继续当台北市长 反正他也不认为说 这个选不选总统 他有多重要 他比较有点像这个炫耀 蓝绿都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他选不选其实不重要 所以柯文哲说他最没有压力 其实也对啦 他最没有压力 那国民党和民党是两个大党 这两个党在抢这个 2020的总统 其实立委没有那么重要 立委就是一些政客 他们要捞个位置来干 其实重要的是总统 中央执政是最重要的 所以蓝绿两党都有很大的压力 要去拼这个总统大选 那柯文哲没有 我没有要过度的去乱裁 这一点特别要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我们拿这个当美日剧就好 另外我们的脸书 飞碟联播网的订阅破了两万五 那我们就要这个依照当时的承诺 来送一件T恤给大家 就是我们飞碟电台 20周年绝版的那个T恤 抽奖的方式容我再来想一下 那会提前跟大家报告 那个抽奖的那一天 那抽奖那一天呢 看是要从网路抽 还是call in 进来抽 这个不知道 那我再来跟我们的这个 电台的这个高层来研究一下 怎么抽奖比较好 那两万五送一件 五万再送一件 七万五再送一件 十万 因为我总共只有四件 这四件来送给大家 然后我在想用什么方法来抽 譬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 那个昨天啊 昨天那个灰文看社会 日本的米小姐打电话进来了 因为我 我爸听了李小姐 木子李 结果他是米啊 那个小米手机的那个米 米粉的米 他是米小姐 不是李小姐 只是 不好意思啦 那谢谢米小姐 昨天有有有坑进来 我的意思说 如果是 譬如说 假设我们抽出来 是日本的听众朋友 譬如说或是这个 北京的啦 这个这个上海的啦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再想办法来 看一下怎么怎么 这个寄送 大家都可以抽奖 就 无论海内外 都可以抽 如果抽到了就想办法 再寄给你 那我会先预告一个 我们抽奖的时间 然后请大家那天上网 或是打电话 我看我看哪个方法比较好 那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订阅我们飞碟联播网 那也也请现在看的朋友 帮我按分享跟这个按赞 让更多人来看我们的这个 节目 好 第二段我们看这个自由时报的特稿 那总编辑写了一篇去羞辱韩国瑜 其实这种羞辱 其实高级的修理啊 他并不像那种这个 猪狗禽兽这么的粗鲁 他是绕个圈来骂你 骂韩国瑜 当然这种 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自由时报立场很清楚嘛 他就是挺民进党嘛 好 那在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这个 这个 相争的时候 他尽量保持中立嘛 他他就两边都不得罪啦 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两边不得罪 好 那很显然的国民党也好 马英九也好 好 之前被自由时报修理的很惨 好 这没关系 那你说韩国瑜如何如何 你也不认同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那 但是民主社会怎么办 你说你选举是看选票嘛 谁的选票谁就赢了嘛 谁就是总统 谁就是市长 好 那 尊重大家的决定 譬如说柯文哲 柯文哲这种人 他 58万的台北市民要投票给他 那我能怎么办呢 呵 我每天垂胸顿足 垂桌子 然后骂三只金 骄他吗 我不要啊 怎么办 那柯文哲这样都能当选人 那怎么办呢 好 所以你用卖巴勒去羞辱韩国瑜 我实际上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自由时报头板头啊 去访问一个彰化的农民 这个彰化农民有点莫名其妙 他在抱怨 抱怨韩国瑜的证件 韩国瑜的证件是 货卖的出去人尽的来高雄八大财 啊你在彰化 建八大 你你种的太多 就八大现在价钱也不好 你彰化的农民 你去怪高雄的市长 你是对不对啊 哈 他有说 韩国瑜有说彰化发大财吗 他没有啊 他选的是高雄市长 他说高雄发大财啊 那你在彰化种八大 种太多你怪韩国瑜 你是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是高雄的农民 我也就算了 你是彰化的农民 你去怪 你国瑜市长说什么 啊 高雄发大财 所以我就种很多八乐 这种新闻竟然放头版头 来我们第一段要看这个新闻 这新闻用联合报的来做比较好 刚好这两件事情呢 昨天刚好两个人啊 下台 我这个可能 我们这镜头关系可能拍不到 没关系 这个是 国安会的咨询文邱泰山 下台 NCC的主委啊 也下台 两个都请辞 那邱泰山那是因为丑闻啊 他跑去卡那个 原来桃圆 大概这是他去关书 坦白讲我有点吓一跳 怎么会是他 那NCC的主委是不如归去的 就不想干了 就走了 这个我再瞧一下这个角度 好 那这个联合报告一个 两个新闻一个做头版一 一个做头版二 那就表示这个蔡总统蔡政府啊 我认为是执政的末期的啦 我真的觉得末期说 显然啊 显然这些人都不适任 要嘛就不适任 要嘛就不想做 那两个啊都走了 都下台 应该讲下台 好 那邱泰山的部分啊 我们待会谈一点点 然后呢 主要在明天的那个 灰文看社会 明天的灰文看社会 我们主要来谈这个事情 然后也跟他讲这个1989年的故事 1989年 那是30年前的这个故事的 这个角度不是很好 好没关系 就是邱泰山的这个关缩案 还有这个 暂停以请职获准 这个角度 我会不是很喜欢 没关系 因为这个镜头的关系 我待会 我待会再换那个 换个换个报纸 好了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NCC主委 好 呃不做了 好现在任期到明年 好那不做了 那 今天苏仁昌说他是 尊重 好那就批准了他的这个请职 育成他 好那 重点是这个国家通讯传播 因为他是个独立机关 独立机关 当初为什么要把它设计为独立机关 是有原因的 好 你你你希望他不要受政党的干预 比如说那个美国的联准会 好 之前这个美国股市啊 然后这个川普 因为川普没什么水准啊 川普就骂那个联准会 联准他们的联准会 有点像我们的中央银行 好 好你这个利率怎么样啊 这样这样 川普就骂啊 骂那个联准会 联准会主席 我不理他 我有任期的我理他 好就隔空的这个 你你设计为独立机关 就是应该要避免 任何的干预 不管是执政党灾害党 或是什么的 让你当独立机关的原因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去学美国的这个FCC啊 当初成立国家通信传播委员的 初衷在这边啊 那很遗憾哦 这个NCA主委 好3月27号开罚中天100万 3月28号丢辞成 好那是不是因为挡不住压力 就不如归去啊 好我为什么给这个主委很高的评价 他就说 天哪你们可能不了解 因为这新闻都没做了 好 在立法院他已经被骂很久了 他已经被骂很多次了 是被民进党立委点名直接开骂 好 那我们的立委 不管国民党跟民进党 其实水平普遍不高 好 所以他们也不太懂什么独立机关啊 要尊重这些什么 没什么概念 骂啊你这个怎么样 怎么给人家羞辱啊 好 那NCC主委一个月薪的十几万啊 好 就不会收藏的薪的十几万 他当大律师 他一个月薪的几百万啊 几百万跟这个十几万 他根本不是为了钱啊 是为了一个理想来做的 好 那之前呢 这个NCC主委在立法院他公开的承诺 他说我们NCC啊 不会针对新闻的内容去做认定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媒体报导新闻 好 除非是非常离谱的那种 怪力乱神 或是什么猥褻啊 涉及各种的那种 那这样NCC当然要管 可是呢 你今天新闻的内容本身 那是你的媒体自律 那是你的新闻自由 好 那这个东西NCC是不会去做认定的 NCC要守住那条线 你今天媒体 就是我跟各位解释那个审判核心吗 你今天法官要判有罪无罪 你的审判核心是我们不能去干预的 好 你今天媒体说这个我自入性行销 我这新闻摆明的是帮某一个汽车做广告 那这个我就可以罚你 好 那这个就不是新闻自由跟媒体自律了 好 可是你说这一次中天被罚这两则新闻 真的应该罚吗 那如果你觉得中天这两则应该罚 那其他电视台的你为什么不罚呢 你讲不过去啊 中天那则新闻在捕韩国瑜 三立的新闻在捕代青德你为什么不罚 莫名其妙吗 这NCC是经不起检验的 所以3月27开罚中天 3月28号主委请辞 好 那民进党的执政这么的烂 选举也输 假新闻真的是头号战犯吗 其实你看世界各国都被假新闻所困扰 大概比较少困扰就是那个 北韩啊 阿共啊 他们那种极权控制的那种 比较不受假新闻 你看欧美各国 好 哪一国不受假新闻的这个问题啊 日本啊 南韩啊 你看南韩那个总统啊 他之前选举的时候还是假新闻啊 因为假新闻当选的 文在寅啊 我看这也不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 这个竞选的团队啊 用假新闻去吹捧他 这个都一样 那真的假新闻是头号战犯吗 好 你看这个格奎跟立法委员啊 炮轰这个独立机关啊 就知道说民主进步党 其实已经名时不服了 他就不是民主跟进步了 你去逼连行政院长都点名骂NCC 那其实苏文昌是个很可笑的政治人物啊 也难怪他一直选不上 好 党内初选 选总统输两次 选新北市长也输 选台北市长也输 选副总统也输 一直输 就是苏贞昌 你行政院长去批评独立机关 应该下台的不是NCC 应该下台的是行政院长 苏贞昌就自我感觉的 蔡总统丢一块肥肉给我吃 让我当行政院长跑去了 你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跟陈水扁总统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副院长蔡英文 现在蔡英文当总统 让你当行政院长 你既然答应 那你基本上就没什么人格可言啊 你像人败 现在人做总统 还有你做行政议长 你既然说好 那很可笑 这个没什么好谈的 那我觉得 因为政党轮替是民主国家常态 政党终究会轮替的 除非你是北韩 一直都他执政 或是共产党 一直执政 那不然的话 其实这民主国家政党是会轮替的 那轮替的当下 你政党的理念跟价值 比较重要 譬如说我们花莲的那个 泰鲁阁那个 雅尼的那个矿场 展延20年 齐柏林导演空难走了 蔡总统去颁包养令 可是雅尼矿场继续展延20年 那也是马总统的时代展延20年 我看马英九会被骂死 可是你们那些环保团体 你们是什么双重标准 对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要当雅尼县长啊 傅昆奇就是雅尼县长啊 傅昆奇是挺雅尼的啊 你蔡英文要跟傅昆奇站在那里 雅尼总统那我也没办法啊 当时的经济部长李世光啊 815全台大跳电下台 现在跑去当那个 支撤会跟工业院董事长啊 更好笑 雅尼总统雅尼部长雅尼县长 你政党的价值是被当他质疑的 蔡英文挺同婚啊 有没有 他在当总统之前 同婚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呢 大法官做出了解释 然后呢 然后你就后退了嘛 然后你就撅了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 理念跟价值比较重要啦 选举的输赢有输赢啦 哪有可能你 你演完这情不可能嘛 他一定有输有赢的嘛 好 我们看这个司法官说的部分啊 呃 国安会咨询委员邱泰山请辞 就没想到去跟陶渊地监署警察长 瞧事情的竟然是他 有点 咱们讲有点意外啦 因为为什么 我简单讲一下 邱泰山啊 跟这个被拔掉的陶渊地监署警察长 他们是台大法律系的同学 台大法律系同学 那邱泰山本来是检察官 好 他为什么不干检察官 他跑去参加民进党 为什么 因为 当年有一个司法官说的案子 闹得全国沸沸扬扬 好 那其实那个案子跟邱泰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那个案子的 承办检察官叫做高兴武啊 那高检察官已经不在了 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那这个生兵了就走了 那真正那时候出来对抗 司法官说的是高兴武 那邱泰山那时候也在新竹当检察官 很菜才一两年而已 菜你要检察官 很生气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高兴武是他学长嘛 高兴武当他五棋 一棋是一年 所以当他五年 那高兴武那时候 受到很多压力啊 法务部啊 司法院很脏啊 那时候的国民党垃圾的不得了 修理高兴武 所以邱泰山那时候是很菜的检察官 在当一两年 他决定我不干了 案子不是你办的 压力也不是给你 你是在旁边看戏的人 说我不干了 那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新竹地方法院也有法官说我不干了 没意思嘛 那既然司法可以官说的 我们每天在那边开庭办案 办个什么骗人的嘛 那我的意思说 你当年邱泰山是因为司法官说 而不干检察官去从政 你怎么会自己卷到司法官说的案子里面去呢 对不对 你的朋友 请你喝下午茶那一个 那个什么逃税无一那个 那个当然名字也曝光了不重要 他有再多的冤屈 他再怎么认为公诉检察官不公平 你都不应该去碰这个案子 你应该是最了解司法官说 你应该是最痛恨司法官说的 你怎么去碰这个案子呢 所以邱泰山他这一辈子 就毁在这个案子上面了 那个连碰都不应该去碰的 你应该跟那个医院的院长讲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不是法务部长啊 这事情我也要去处理 你要叫我怎么处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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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被人长到啊 哈哈 他长到怎么办 这个 我刚刚讲桃源那个原案的检察长 是他大学同学嘛 好 3月17号邱泰山打电话给他 3月17 上个月嘛 3月18 两个人约见面 在台北吃日本料理 吃好料啊 3月19 吃完日本料理的第二天 检察长就动手了 就这样 啊 啊那个检察长啊 是以前北检的那个主任啊 又彭坤叶 去彭坤叶他之前是因为卡到那个凤梨案啊 吃凤梨啊 就是傅昆奇不是这个炒股的台风的案 吃凤梨啊 那是很多年前的 不是只有彭坤叶 当年卷入凤梨案的法官跟检察官 一苟票啊 但是没有查清楚 就跟高新武案 台湾的书汉 从以前到现在 你看那个 刚刚讲那个高新武检察官 那是1989年 现在是2019年 刚好30年了 1989到2019 这30年台湾的司法没进步啊 一样脏啊 那是你没材料而已嘛 我请问邱泰山 谁有办法去找桃园地监署的检察长陈琴 谁有办法 路人甲举手 我们来去找检察官 你门都没有啊 你连见都见不到人啊 我跟你讲啊 真的有办法的才去官说啦 你跟他什么交情 简察农女是谁啊 你打电话来 你写信来 你记忆什么书状 理都不理你啊 结果没想到是 有保护部那时候 应该讲台高检 就是问他说 那约你喝下午茶 跟你成情这个事情的人是谁 邱泰山不敢讲啊 他不方便说啊 那我很好奇 谁在中间做Sakura 这个事情还没完啊 我们标题讲到哪 标题顺一下 好 那个前保护部长邱泰山 他称琴 这我叫他上下引号 陶检的检察长就买单了 3月17 打电话约3月18次日本料理 3月19 检察长就动手了 你看这效率多高 台高检查桃源地检署 左手查右手 要水落石出是很难啊 因为台高检就是当年 王金平跟柯建民瞧的就是台高检 因为里面台湾高检署 人家是台高检 那时候检察长叫陈守皇 阿黄 王金平叫做阿黄 我还不敢叫他阿黄 这曾永夫 叫个佣伯 叫佣伯 就是王金平跟柯建民那时候 就在喉台高检 所以台湾高检署有資格去查别人吗 台湾高检署 那inson not that 当年的萧扰闉的那個 当他儿子的官说的案子 乔延归是最高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抬高检后来有没有上诉 也没上诉 所以你说抬高检专案小组 你去骗骗那些外行人 骗我 一来这头 没有自己查自己的 今天民间司改会林永颂 说我们外部机构来查 林永颂 你专心去打负婚旗的官司就好了 你是负婚旗的律师 你不可以一下子当裁判 一下子当球员 不能这样子 那外华文兄我也要生活 我也要打官 那你就专心打官司 对不对 你要当民间司改会董事长 你就不要再接case了 你一下子是民间司改会董事长 一下子是护婚旗的律师 我哪知道你现在身份是什么 你还会变的 又不是打电动按来按去会变的 不能这样子 抬高检去查 桃检不对 民间司改会想要查 也不必的 民间司改会 不应该去查 因为法官检察官律师里面 所有的素质最差的其实是律师 整个法杆 人品 道德 专业素养 最差的其实是律师 法官跟检察官都比律师好 律师我们来监督检察官 不必 监督法务部 不必 律师把自己关好就好了 真的 关键的下午茶 找邱泰山 陈琴的究竟是谁 不知道 那媒体有报道说 邱泰山说他去找桃园的检察长 这个彭坤叶 他说因为蔡总统 这个跟他讲要司法改革 国安会咨询委员跟司法改革 什么关系 蔡英文基本上这个 非常糟糕的总统 亏他还自己当过律师 当过教授 还是法学博士 国家安全会议里面是 总统最重要的幕僚机关 跟司法改革无关 蔡英文是从头错到尾 他一开始就安排那个林丰正 林丰正就是现在当场会主委 当年的民间司改会执行长 就林丰正 他就安排林丰正去国安会 当个资讯委员 就要去做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国家安全会议 国家安全跟司法改革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还安排个民进党民调中心 主任在国家安全会议 民调中心主任去国家安全会议 干嘛 每天做民调吗 所以蔡英文做得烂 被政党轮替 不能怪别人 完全执政 完全乱搞 没办 非得晚餐 我是成为我们这一段来看 自由时报总比例的特稿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特稿 用这张应该比较 他说当总统麦巴勒问号 这是自由时报总编辑周锦文 今天自由时报 写得很凶 非常的瞧不起韩国瑜 他做总统买巴勒 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 韩国瑜他是赢了陈其漫15万票 当总统麦巴勒 他真的当了总统是只麦巴勒吗 他只会麦巴勒吗 有必要把人家讲成这样子吗 什么叫做当总统麦巴勒 你知道 天改的这个高雄市中的选计 国民党那时候是推杨秋心 输给陈局 输了54万票 结果这次韩国瑜赢陈其漫 是赢15万票 来回将近70万 70万票的这个选票的这个板块的移动 什么叫做当总统麦巴勒 有必要这样羞辱人吗 我觉得很奇怪 这起来 我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自由时报在特考写说 这位人物啊 最大的兴趣与专场就是麦巴勒 意思就是说韩国瑜你之前是北农的总经理 你现在在这个高雄市场前面三个月 你就拼订单 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个大陆香港什么的 就拼订单 你就是卖农产品吗 麦巴勒当是一个代名词 你就是买把辣没农产品 那自由时报为什么这样骂呢 因为前两天啊 那个阿贡的军机不是越过这个海峡中线吗 那你也知道记者很无聊 就拿这个事情去问 柯文哲 媒体先问柯文哲 独麦 问柯文哲说 这个阿贡的飞机越过海峡中线 是不是啊 在帮韩国瑜赛民啊 是不是给韩国瑜难堪啊 问柯P 那因为你知道柯文哲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 柯文哲只会解释问题啊 我也会啊 解释问题我很厉害啊 柯文哲没办 柯文哲回应 这样是不是给韩国瑜难堪 因为韩国瑜刚从大陆访问回来嘛 然后飞机就飞过来这样子 柯文哲回答说 你应该去问韩国瑜怎么问我呢 记者也很乖啊 在台北吹冷气做办公室那些250那些主管 就要求高雄记者来把这个事情拿去问韩国瑜 那个阿贡的飞机越过海峡中线啊你有什么看法 韩国瑜被问到他有他有稍微 delay了一下 后来他说 这是阿贡军机越海峡中线嘛 媒体问高雄市长的看法 我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 阿贡的飞机飞过海峡中线跟高雄市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跟高雄市政府有什么关系 跟高雄市长有什么关系 媒体就问 韩国瑜你也知道他就比较像那个什么 韩小宝啦令狐冲啊那种调调 他就开玩笑 他有他有顿叮了一下 他说啊 我满脑子在想的都是巴勒怎么销售 我打开想的是农产品跟水果啦 巴勒啦 其实你你不要从字面上的意思去解读 其实韩国瑜他想表达一说 我想要的是拼经济啦 阿贡的飞机飞过海峡中线 我是高雄市长 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卖巴勒啊 结果这句话被自由时报总编义拿来修理 你满脑子都在想的卖巴勒 你只会卖巴勒 我问你 如果韩国瑜震惊八百的回应 这个海峡中线啊 双方的默契啊 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不要这样什么什么 如果他很认真的回应 会不会被他拼 你一天到晚想要选总统 你吃我来看我玩 是不是又要被骂 就我讲的嘛 你吃这个一样吃那个一样 我就是要骂你嘛 你回答什么都在骂你啊 你回答巴勒我骂你 你只会骂巴勒 你真正的评论 你想要选总统 不然你怎么这么关心两岸的 你是不是在帮阿贡讲话 你讲什么我都是要骂你啊 我觉得这 只有知道这特导写 他写巴勒连农民都救不了 如何救台湾 现在韩国瑜是农委会主委吗 你看那个农粮署的署长啊 简直莫名其妙 那个巴勒 农粮署的署长是能干一辈子吗 有必要这样子吗 巴勒连农民都救不了 如何救台湾 意思说你韩国瑜 你敢的购物而已 你做总统是说怎么 我哼 这个跟陈明通骂那个什么禽兽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 这是国际的修理 羞辱你 修理你 你就是卖巴勒 你当总统 你就是卖巴勒 你就是卖巴勒的料嘛 我问你其他政治人物 有比较好吗 蔡英文学历很高啊 台大法律系 美国的硕士 英国的博士 非常惊喜啊 然后呢 当总统 烂得要死啊 蔡英文会卖巴勒吗 这个跟卖巴勒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不起人嘛 马英九的学问 你好得不得了啊 也是台大法律系毕业啊 在美国念硕士 念博士非常惊喜 然后呢 然后就把国民党的江山 拱手让给民进党啊 那是多厉害啊 那是多厉害啊 也没太厉害啊 他就说那买巴勒 你看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巴勒大碟 政治人物口号害死人 说这个政信农民 我这不晓得你在想什么 你在中华装巴勒 装一个太多 价格大县 你变巴勒大县嘛 巴勒大县 价格就不错嘛 古建商楼嘛 你去怪高雄市长 这是什么逻辑我不懂 是韩国瑜叫你种巴勒吗 你多种一点 巴勒大县 没有啊 他没有叫你多种一点 巴勒你们自己抢种 供需的失调 怎么会去怪高雄市长呢 他说货卖的出去 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 跟彰化有什么关系 跟彰化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你去中华 你把拉家小班 你去怪韩国瑜 这个逻辑是什么 那你自由时报 把这个新闻做 头版头的逻辑是什么 不就跟这个一样吗 自由时报头版头 谁决定的 就是他决定的 这是周景文决定的 他就是自由时报总编辑 做头版头 你这买巴勒 不必要这样 中华的巴勒的农民 去控制高雄市长的政见 这个逻辑太好笑了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邢青我们今天还要接call in 我是不是要拜托 那个 我们姑娘靠下的朋友 你也你的答案 就算你答案 我也是不好意思 因为 今天还有网友在脸书 帮我祝福说 希望今天接call in顺利 你也帮帮忙 call in没有不顺利的 打进来都是VIP 只是有些朋友 那个Sandy来了 Sandy为什么不见了 那个初小姐你跑去哪里了 很久没看到 希望一切都好了 海台也跑来的 海台你好 海台的男朋友是山东的壮汉 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祝福 开玩笑 所以我们的call in的朋友 我希望没打过的朋友来打 然后 如果你电话一次打不进来 可以到我们的 辉文看社会 每个礼拜 今天礼拜三没有 我待会要去拼经济 待会要去录影 今天没有夜席 那个 明天后天是 大部分人都休假 对不对 清明节的点假 我们没有休假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anyway 明天跟后天 我们飞丽晚餐 一样现场直播 明天的辉文看社会 也是现场直播 然后都接call in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惯例 就是这样 为做了13年 都未习惯了 就坐在乎 call in的部分 要请大家多帮忙 因为我比较难处理 抽奖的部分 我再来想办法 后面两个标题 把他讲一下 昨天在高雄司议会 这个韩国瑜提到 这个中国5000年来的 内战很多次 结果民进党司议员说 我们不是中国人 民进党高雄司议员 当然这样讲 我们不是中国人 你不要再讲内战了 那这个 韩国瑜 我之前讲说 我们去北京用台胞镇 去东京用护照 所以真结点 我不是说韩国瑜对 或是民进党的 高雄司议员对 真结点是 我们不是正常的国家 不要再被赖清德骗了 我们不是正常的国家 赖清德说 我们主权独立 我们不用再宣布台湾独立 你胡说八道 我们国际组织通通进不去 叫做我们是主权独立 大部分国家不承认我们 我们怎么会是 我们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问题在这 不是说谁要抱怨谁 那我觉得你去批评人家 当总统麦巴勒 跟那个陈明通讲 那个禽兽 其实一直差不多 没有必要这样子去羞辱人 那韩国瑜他去拼订单 拼那个农产品 那是立竿见影 你要高雄产业升级 高雄市长做不到 高雄产业升级 高雄市长做不到 你不要以为 高雄市长 那他在高雄市长任内 他只能拼这种 小规模的这个订单 小规模的经济 其实那个农产品的总量 就整个高雄的这个来讲 是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而已 能够照顾的也是那些 农民跟渔民 部分的农民 他没有办法 所以还是得去拼总统 好来 我们来接call in 0223 63995 控制2393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那个抽T恤的部分 我带来想一想 看怎么抽比较好 没想到2万5了 谢谢大家 那个理科太太的订阅是100万 超过100万理科太太 我们飞碟联邦的订阅是2万5 还有很 很大很大的努力空间 拜托大家帮我按订阅 拜托大家帮我按分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无语为报 给我穿光我也不会 好像四件T恤可以送大家而已 惨淡经营 来 那个0223 63995 来 北斗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第一通就吐嘴 那个在脸书 那个谁啊 那是廖彦庭吧 还是谁 说欢迎哥 祝你今天接call in 顺利 敲三下 你好 哈啰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是大哥你好 您住哪 贵亲你好 我台北富二代 台北的富二代 可不可以捐点钱给那些可怜的人 因为我是那个 我们是从大陆来 我是第二代 我姓富 所以叫富二代 不是有钱的那个富 不好意思 那我会错意的 我可以接下一通吗 不行 等很久了 你是富二代 对 是那个富达人的那个富就对了 对对对 好富先生来 第一题来 一家人 好 来第二题 突然去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是按照现在的模式 民进的模式是往独立的方向走 那我们空间会越来越小 所以肯定是不利的 好 那第三题来 同意的代价就是你想 那我们要用Line 我们用 我们要用Facebook 我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 要别人同意我们才能用 可以翻墙 他们现在不是都在翻墙吗 以前可以 现在越翻越困难 对 所以同意大家 我们大概就失去了一些 我们本来可以自主的东西都没有了 来独立来 独立的话 那我们本来这些东西 我们搞不好 他们还会让我们用 一独立之后 就完全都不能用 就只能用微信 就只能用他们的微博 这样子 微信 来最后一题来 自由发挥来 这个我比较跳通 就是我觉得 我要跟 所有他们的同胞讲 我觉得要 如果想要独立 你就一定要先统一 然后统一 一定要在一国一制下面 那一次应该是 一个中国式的民主 因为只有民主 才有办法去发展 然后我相信 民党以前可以把国民党打败 我相信将来也可以把 中国共产党打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 谢谢富二代 谢谢你 谢谢你 欢迎进来 来 0 2 3 6 民进党把共产党打败 民进党是把他自己打败 0 2 3 6 要把共产党打败有点难 坦白讲 那个共产党 坦白讲 蛮厉害的 民进党是把他自己打败 来 你好 哈啰 你好 喂 喂 惠文哥你好 你好 我是台北的张先生 台北张先生来 我们从第一题来 请说来 两岸算是一家人 两岸算是一家人 好 是是是 第二题来 然后拖下去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政府机关单位都没有按照他们该既有本分要去做的事情都不去做都在内斗 所以拖了太多时间了 好那第三题来 同意的代价就是大家可能会失去一些部分的言论自由啊然后上网这些可能都被限制了 好那独立呢 独立可能经济会被制裁 经济被制裁 赢蛋的那个 张先生来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一下 其实这个自由发挥我就是想要讲的就是像我回归到第二题的那个部分 我希望各部院会应该要照他们自己的一个本职职权去好好的修订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去做为任何一个政党的打手 张先生 国安会咨询委员涉嫌官说NCC主委下台一局公 你跟我讲这个各部位率对不对 我是说未来啦 我就是说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搞的这样子 你已经跳到我的最后一个单元狗废火车的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其实我会觉得是根本性的像教育的问题要把 你还谈教育 对 要把教育的问题 你去跟李远哲谈啊 跟他谈没有用啊 这是要搞乱的啊 好谢谢张先生 谢谢 张先生你讲的我 我觉得你比我还理想化 来023 我们狗废火车没有那么寂寞嘛 你也是狗废火车 你好 你好 哇今天接着三通这个讯号的那个 你好 哈啰你好 喂 大哥你好 你好 台北小王 小王你好 来 第一题啊 我觉得 如果硬要给我个答案 我觉得不是兄弟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兄弟 到我认为其实是关系好不好 那小王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两岸是不是一家人啊 所以我说不是兄弟啊 啊啊啊啊 应该讲不是 不是家人啊 我问你是不是一家人 你跟我说不是兄弟 我要怎么办 我再问一次 所以不是一家人 好 那第二题来 那拖下去应该 因为拿不出东西嘛 所以其实 你 也 也不会变好啊 所以 拖下去应该就 变差 拖下去是不利的 对不利 好来第三题来 那第三题 统一的代价其实是自由 但是自由会限缩到什么样程度 这就很难讲了 我觉得 那独立呢 独立 我觉得 飞弹过来的机会不大 但是银弹会更恐怖 银弹比飞弹恐怖 好 来来来 最後一题自由发挥来 喂 小王的电话断了 你真的是被那个 被那个 那个 带赛道 結果好几通 小王不好意思 最後一题没有办法 让你自由发挥短餐 我是陈辉文 我们的扣印 一天只能接三通 那个 比较难抠的朋友 明天跟后天是很好 因为明天后天是廉价 好 所以明天后天 欢迎大家打电话 明天我们还有辉文看社会 请大家告诉大家 那现在聊天室有 三千多人 请大家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谢谢 就手指头按一下 帮我按分享 那因为我们这个 很拮据啊 没有钱去广告啦 朋友啊等等 需要大家帮 帮忙我 帮忙帮我们的这个节目 跟我们的这个电台 多推销 我刚讲 李柯太太订阅一百万 飞碟联播网 这么多人 好 这么资深的这个重量级的广播电台 订阅才两万五 太好笑了 要激起直追啦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美丽剧 韩国瑜选2020总统是不是有谱呢 李嘉峰今天说 现在是我在洗衣服 你在洗衣服呢 我就觉得话中有话 但是用这个什么洗衣服啦 脱地板这些梗 他们也我也不是那么喜欢 当然现在是大家有点急啊 像朱立伦他 他当然希望赶快决定 你现在决定的话韩国瑜要出来就比较困难 本来韩国瑜要跟这个吴敦一的会面 延到4月18号之后 那就是 呃 坦白讲以拖待变啊 这变数很多 我我对韩国瑜选总统跟当总统 我没什么 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我认为他做的一定比蔡英文好 后一话 我认为他做的一定比柯文哲好 好 那他当总统一定很好嘛 也不一定 他一定会有缺点嘛 他一定会讲错话做错事 他是人他不是神啊 可是我很有把握 韩国瑜当总统会比柯文哲 蔡英文 赖清德 朱立伦 王金平 吴敦一 随便做都比他们好啦 随便做都比他们好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很有把握的 那就 不要担心他的那个 这个身体啊 还有他的幕僚团队 要加强 好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狗肺火车 这个做好做满跟柚子 那韩国瑜啊 他其实根本没有讲做好做满 根本没讲 黄光琴也没讲啊 光琴他讲是做满四年 他没有讲做好做满 可是你看媒体的标题是怎么下的 那NCC为什么不管呢 标题是错的啊 韩国瑜没讲做好做满 连黄光琴都没讲啊 做好做满这四个字根本没出现 可是我标题就要这样下 怎样 我就网路电子报啊 我就网路的小编啊 我没跑过新闻 那人家写 有人写做好做满用抄的啊 天下文章一大抄啊 那第一个下做好做满标题的是谁 大家心里有数啊 我就不要把他突破啊 就一开始就有人乱写 但他乱写之后 其他人就跟着乱写就这样 谁跟你讲做好做满 他根本没这样讲 那柚子两百万吨啊 所以一开始说丢在真文水库 那这个当两百万吨 真文水库 数量不对 地点也不对 是两百万斤丢在真文西啦 不是真文水库啦 那当场就立刻更正了 这样子算假新闻吗 这样子怎么 人有失守吗 乱提嘛 他把数字讲错 他把地点讲错了 当场就被人家质疑 谢龙介 王佑正 当场就质疑说 咱有这么多 真的在那边吗 不是啦 是两百万斤啦 在真文西啦 这样子算假新闻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现在 所以 人喔 跟这小子 我刚批评自由时报总编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 话根本不是他讲的 做好做满 韩国瑜根本没讲 他是3月8号接受黄光琴的专访预录 3月11号播出啊 隔了三天 他哪记得 你现在突然问他 市长你是不是要做好做满的 谁说的 韩国瑜的反应有不对吗 然后他讲谁说的 喔这个316败选的竹音 名嘴就开始在那边掰 喔这个就是因为这样 讲了3月8号跟3月11啊 插杀缸啊 哈 柚子200万吨丢在水库 那个不叫假新闻 那个叫做口误啊 其实我跟你讲出来 民进党是因为这个得力的 真正受害的其实是谢龙介了 好 我们明天见拜拜